这是一个神秘的液态世界 人类对水的敬畏和崇拜 远远流长 我们从这里走向陆地 我们在这里 封存历史 以水为界 上下求索 讲述水下 你未见的 中国 南海 中国面积最大 深度最深的海域 水下常年保持着超过20米的能见度 阳光穿透水面 海中的浮游植物 因此获得更多光合作用的机会 更多的熔结氧产生 更多的活力被激发 适宜的环境造就了生命的繁荣 也因为这些生物 人类得以繁衍生息 据考证 自西汉开始 就有中国人再次捕鱼 两千年之后 人类依旧向海洋索取财富 海南潭门镇 20岁出头时 他便随家人来到西沙群岛捕鱼 迄今已有20年 詹达峰不爱笑 做起事来一板一眼 是当地捕鱼的一把好手 寻水去捕捉 不像其他 海面搞那网钓 搞那冬光 海面很少有这种作业方式 西沙兆树岛的渔民 都来自海南潭门镇 他们遵循亲自下水捕捞的作业方式 几百年来都未曾改变 为了获得更多的水下作业时间 捕取更多渔获 新的捕鱼方式也应运而生 将空气压缩机和船体发动机相连 闲湿的空气 被一根一百米长的塑胶管 传递到水下 有了这根气管的帮助 詹达峰在水下的作业时间 可以长达三个小时 作业深度可以超过二十米 当地人称之为下氧 下氧一定要由两个人来完成 这些下氧的东西 相对来说就比较危险一点 船单好办的是焊好压缩机 必须要不停地转动 同时它还要不停调整船的位置 防止气管缠绕 若水下发生意外 它要立刻下水救人 二十年的潜浦经验 练就了詹达峰的淡定和娴熟 当发现猎物之后 它会小心地靠近 然后借助鱼叉 进行致命一击 然而水底本就是鱼的天下 插鱼的难度不仅来自鱼的警觉 沾达峰的每一个动作 都要克服海水带来的阻力 压缩空气顺着气管 也蛮地冲进它的肺部 它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 适应这种吸气方式 半小时后 它终于捕到了今天的第一条鱼 是一条红木帘 紧接着是一条海曼 一个小时过后 詹达峰选择上岸 一般情况下 像这样下一次养 能够补得三四十斤余祸 显然 沾达峰今天的成绩 并不理想 生命是一场斗争 一场和生存的斗争 对生活在南海西沙 赵树岛的一百多位渔民而言 这场斗争 简单而残酷 捕鱼 是公认的最重要的经济收入 有的人靠捕鱼发家致富 有的人靠捕鱼勉强为生 还有的人 因为捕鱼永远消失在了大海之中 夜晚的南海 散发着神秘的气息 珍达峰决定 再下一次养 珍达峰借助自己的手电辨别方向 还有迅速摸清这片海底的地形 黑暗之中 每一块礁石 都有可能将它的气管缠住 甚至割破 而它的同伴 也要比白天更加谨慎 黑夜带来的不仅是恐惧感 还有冰凉的海水 而珍达峰选择在晚上再试一次 自然有它的道理 蜿蜜的生活就是跟雪哈娜动物一样 都是白天浮屎 是晚上休息的 经济它的生活方式 我们是盘过来 就这样它可以降低它的经济性 很快 身上的网袋就已经装满 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它调整呼吸 准备第二次下水 这一次 它向更深处涌去 在胶盘边缘的沙地上 珍达峰发现了一条刺豚鱼 这种鱼全身布满尖刺 它觉察到了危险 试图逃离 但是珍达峰没有选择迅速穿刺 它用鱼叉拍打刺豚鱼 这种鱼一旦受到惊吓 会吸入大量的海水 将身体骨成圆球 用尖刺抵御外体 身躯的突然变大 降低了它的灵活性 珍达峰不花一点力气 便捞上了这条鱼 新鲜 完整 刺豚鱼的外衣 富含胶原蛋白 一条鲜活的刺豚鱼 在海南的饭店 可以卖到两百元 两个小时后 夜补结束 这一次 珍达峰收获满满 红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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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晚的赵树岛 马头 鱼贩子 循着渔船归来的发动机声前来收鱼 昏暗灯光下 渔民的劳动 立刻转换成货币 劳动带来收益 这是渔民最淳朴的生活状态 也是最简单的生存法则 在中国 有六百多万像沾达峰这样的渔民 正是通过他们的双手 备受追捧的野生海鲜 才能一步步从茫茫大海 走上我们的餐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